印度的经济增速跌至十年来的最低点 一些人质疑这个南亚大国是否还算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 印度领导人即将启程参加下个星期在南非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之际 美国之音驻新德里记者潘德发来了这则报道 带您一起了解印度经济增长放缓 对那些寻找工作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印度经济增长在减速 从当地车行就可见一斑 这家车行的销售在下降 这也是十年来的头一遭 达西亚是个失业青年 他来到这家职业培训所寻求面试方面的建议 这位新德里居民说 在印度零售业谋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市场不景气 竞争也更激烈了 求职顾问柯里说 自从他开办这家培训招聘公司至今 看到就业市场发生的变化 比起五年前现在求职的人更多了 从前有种趋势就是很多人先去读研究生 然后再找工作 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研究生已经没法保证会有个饭碗 印度曾一度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骤降到5% 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库马尔说 未来的增长有赖于为年轻人创造大规模的就业机会 他说这需要在今后20年里 每个月都能保证新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 从长远来看 印度经济的实力应当是年轻人的数量 但是比如说 如果现在你没有创造出就业机会 这些年轻人就会有挫折感 就会愤怒 以致走上街头 这样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今年的金砖五国峰会举行之前 库马尔说 印度不应该过度注重 它在例如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中的排名 印尼正在成为外国投资的热门国家 他说 政府官员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内问题上 例如提高施政水平 改善公众教育系统和国家基础设施 印度的这些重要城市 勒克纳 瓦拉纳西 金奈 经常要面临4到8个小时的停电 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没有电 如何能运转呢 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下 很多找工作的人 在就业训练中心完善技能 他们对经济复苏感到乐观 萨钦就是其中一位 我参加了一两次面试 但都没能成功 不过仍然有希望 我会尽最大努力 对于印度领导人来说 如何满足数亿名新劳动力的期望 将考验他们的执政能力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我就会认为了 感谢观看